各位好 歡迎大家來到陳彥恆山女關注組 我是Water 剛聽剛看的朋友 記得幫忙訂閱、分享 還有建設性留言 還有加入會員 讓我這個頻道可以做得更好 說一些開心的消息 現年47歲的陳彥恆 在7月2日 經傳已經成為任務 因為被目擊到在幼稚園 接女兒放學 而令到秘密產女一事曝光 陳彥恆終於在昨天3日開康回應事件 承認欲有一個三歲大的女兒 更加首度談及女兒的身負身犯 陳彥恆在昨天的Facebook發文 上載了多張三年前懷孕 以及女兒初生時候的可愛照 他留言說 昨天實在太忙 沒有時間 逐一回覆 傳媒記者朋友們的訊息 真是很不好意思 實在驚訝 還有那麼多娛樂記者朋友 對我的新聞 感興趣 現在就和大家在這裡 統一回覆 本應 三年前 就應該公佈這個喜訊 但是剛好在那段時間 一時之間 發生了很多事 所以 就沒有這個心情 向大家報起 時間日復日 就是這樣不了了之了 現在就和大家 一起 時光倒流 重溫一下我當時的喜悅 這個是上帝給予我的珍貴禮物 必定會好好珍惜 罕姐繼續說 另外 傳媒朋友們 也不用多猜測 我的另一半是甚麼人 只是一位簡單低調的圈外人 沒有甚麼特別 我一向做事都很簡單低調 很怕是是非非 複雜的事 相信熟悉我的朋友 都知道我的性格 感謝關心我的朋友 叮嘱我 不要為了報道 影響心情 我OK的 人 去到這個年紀 甚麼都不再重要 最重要就是身體健康 無論自己 家人 朋友 貓貓狗狗們 都要健身體健康 再次 感謝大家對我的關心 罕姐在她Facebook的長文上 只是聲稱女兒的身婦 是圈外人 亦沒有公開一家三口的合照 由於罕姐 稱呼女兒的身婦 是另一半 而不是老公 亦沒有公開婚紗相 所以被網民推測 可能沒有結婚 不知道罕姐之後 會不會再交代事件 陳彥恆 在93年第七期 藝園進修班 畢業後入行 跟劉海威 和吳家樂 屬於同班同學 至今 仍然定期 搞聚會 罕姐多年以來 向外宣稱單身 只是視愛犬 唯以命根 不過在二號的時候 有傳早已秘密產女 那女兒今年已經三歲 有人向傳媒提供 疑似是行姐在幼稚園 門口外面 等候的照片 那女兒 就讀 維多利亞國際幼稚園及幼兒院 學費每年 將近11萬 與此同時 還有說 陳彥恆 在校內 非常高調 時不時 都會現身親子活動 對女兒 外戶有加 家長們的關係 也很好 接放學的時候 也有說有笑 在今年的母親節 曾經貼出 和一對狗寶貝的合照 身形 和臉 比昔日更加圓潤 上個月初 貼在快餐店 早餐的照 行姐當時留言說 應該有N個世紀 沒有在MG吃過那麼早的早餐 但真的很有驚喜 想不到現在多了那麼多款的早餐選擇 而且也做得不錯 真的便宜 不過行姐全程只拍了一份早餐 所以未知是否有人陪同她 一起去吃早餐 而入行多年的她 一向緋聞不多 較為人熟悉的 應該是街大歡喜的拍檔 兼好朋友 鄧小專 行姐在20年 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 曾經表示 有一個相處很多年的藍顏知己 但是當時 就說 未有結婚的打算 之後 行姐又聲稱 自己單身 將所有注意力 都放在家裡的幾隻狗狗身上 她又曾經在節目中 被爆獲得軟情單 介紹筍盤 更加被對方踢爆 陳彥恆 希望有個獸醫的男朋友 可以省下不少狗狗的醫藥費 感情狀況一直撲朔迷利 到了1996年的時候 和傅明憲 曹仲 彭子晴 姚盈盈 被封為無線五美 曹仲姐曾經在街大款戲 的古裝和時裝版裏 飾演今天 而令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時 亦和 劇中的拍檔 鄧兆尊 傳出緋聞 當時兩個人 招席相對 鄧兆尊更加管接管頌 經常載她 上班收工 上劇組拍攝 不過 罕姐 就說不覺得對方在追求她 時隔多年之後 鄧兆尊承認當年 對罕姐有好感 但是 因為自己 已經有伴侶 加上入行的時候 曾經答應過爸爸 辛馬斯鎮 不可以和圈中人拍拖 最終兩個人 就成為戀人未滿的關係 直到2006年 陳彥恆 和TVB結束12年的賓主關係之後 一度轉頭阿士 和梁思浩李麗銳 主持清談節目 大受歡迎 罕姐近年 已經甚少在幕前露面 到了19年 ViuTV節目 對不起 標籤你意義 他分享作為身材豐滿的女生 自身經驗 就說 因為身材好 而被定型 更加自爆 曾經被性騷擾 但是強調 我性感 不代表人當 所以 除了鄧兆尊的 霧水情緣 罕姐 很少有匪民 多年以來 只是曾經被拍到 和送貨司機 出雙入隊 當時 罕姐說 對方是她的中學同學 之後有報導說 罕姐雖然不介意雙方的身份和收入懸殊 經常補貼南方 但是南方 背著罕姐 認識了其他的女性 而分手 大致上來到這裏 大致上來到這裏 讀新聞的 找一支新聞 幾宗新聞合在一起 就 差不多了 沒什麼恭喜 罕姐 她也分之親愛女兒 以及親愛狗狗 祝她生活愉快 女兒 快高長大 聽聽話 麻煩觀眾 踴躍留言 一有新花生 再和大家的報導 多謝大家的給面 喜歡就訂閱 分享 我像大三婆 我是那個不動 我平時會動來動去 因為我讀稿 所以就不能動來動去 我明白為什麼大三婆 那時候就會不動 再見 再見